涉嫌藏密李宗睿的陈美兰自首的时候呢 她是始终用外套遮住脸 而且还戴了墨镜看不出她的长相 不过据了解陈美兰在彰化地方非常的活跃 是现任京城中学校友会的副秘书长 甚至也选过竹中李里长 陈美兰的照片也曝了光 详情我们连线记者林借问 这种观众通过照片可以看到这名皮肤白皙 五官精致打扮有点贵气的妇人 她就是涉嫌窝藏痛气犯李宗睿 二十三天的女子陈美兰 那么陈美兰的老家是在彰化 而且是从京城中学毕业 目前也是京城中学校友会的副秘书长 那么陈美兰在经过北检的征讯之后 目前是以十二万元来交保 回到台中之后呢 是先住进了这集合适的住宅大楼 不过呢就当记者访问这里的管理员说 是否有住户就叫陈美兰 而管理员说没有住户叫陈美兰 不过有住户叫李月苍 有地方是以为李月苍先生吗 他没有住在这里啊 那住户登记里面就是 是他没有错 问题是他没有住在这里啊 我们都没有看过他 你说没有看过哪一位 李月苍 陈美兰住进了住宅大楼 竟然有住户和李月苍是同名同姓 也让人起疑是否陈美兰 就只是住进了李月苍名下的房子 那么就不像他和警方公称的 他和李宗睿只见过几次面 只是普通朋友是看他可怜才会收留他 但是现在疑似就住进李月苍名下的房子 是否之前就和李家其实交情匪浅 才会冒着风险来窝藏李宗睿 这警方还要申入调查 这么现场为了 掌握最新情形 把镜头交还给Pone H播 好我们看到这是陈美兰啊 她的最新照片终究还是曝光了 谢谢大家